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身間插全地 長官挽柔 不動著人的一言一行 一舉一動 他有計劃 有步驟地進行了他的精英 叫無聲喜也未見驚天動地 而他的腳步 卻一步一步 一步一步 畢竟人類 已勢累 不及掩耳之事 在宇宙間 展開了他的神盤台 展開了他的神盤台 他的寶座也隨即將在了 將在了 我們中間 將在了 我們中間 那是河燈 維艷的場面 那是河燈 獨木的景象 那領猶如鴿子 猶如懦的獅子 來在我們眾人中間 他是智慧 他是公義偉言 他是智慧 是公義偉言 他是智慧 是公義偉言 帶著全兵 滿載這次愛憐偉言 帶著全兵 滿載這次愛憐偉言 瞧瞧你 瞧瞧你 降临在我们中间 降临在我们中间 真的太好了 神的作物真是太智慧了 是 是啊 唱完这首神话语诗歌呀 就让我想到了 自己以往在宗教里信主的时候了 那时候啊 经常听牧师长老讲 说神默示来做审判的工作 是在空中啊 设了一张大的桌案 主耶稣呢 坐在白色的大宝座上 来根据个人的所作所行 来审判人赏善罚恶 我一直啊 也是这么认为的 可是啊 直到后来 我读了全能神的话 考察了全能神的默示做工后啊 这才恍然打我 看到啊 那些都是人的观念想象 其实啊 神早已来在人中间 发表真理 做了默示的审判工作 基督台前的审判 早就开始了 是 我就谈谈 我当时接受的经历吧 好啊 那是2015年吧 我当时信主啊 也有二十多年了 十月份呢 我就在同事的影响下 也学会了用Facebook教育聊天 这一有时间吧 我就看看主人那弟兄姊妹发的帖子 只要看到有好的帖子 我都会点赞和大家一起分享 2016年 二月的一天吧 我还像往常一样啊 浏览着Facebook的信息 突然就看到 有一个小组 正在讨论 关于神默示审判的话题啊 我看到大家呢 是各有说法 有的人就说 什么是审判 我不明白 也不敢随便乱说 那是以后神要做的事 咱们可不能乱猜想 这又有人说呢 在诗篇七十五章二节中说 我到了锁定的日期 必要正值实行审判 这就是说 每个人的所作所行 在神哪都有记录 主耶稣默示来审判人时啊 就要像放电影一样 放给众人看 所以我们平时啊 要行得正 做得端 千万别作恶 免得被神审判 打入地狱中 这又有人说呢 根据圣经启示录记载 神默示来审判人时啊 是要在空中 展开白色大宝座的审判 会设立一张大的桌案 祝耶稣坐在作案前啊 展开记录着 每一个人生平的案卷 就按照个人的所作所行啊 来一一一地审判 行善的呢 被主就带到天国 作恶的呢 被主打入地狱中 我看完这些帖子吧 这脑子里啊 就开始勾勒着 主耶稣啊 默示来审判人时的画面 在空中啊 主耶稣坐在白色的大宝座上 人呢都跪在作案前 接受着主的审判 主耶稣呢 就根据人行了多少善 做了多少恶 来定人呢 是上天堂 还是下地狱 我就想啊 自己信主二十多年了 一直热心地跟随主 传扬主的福音 也努力地 遵守着主的教导 相信 主一定会看到我的诚心 将我带到天国的 哎呀想着想着吧 我突然想着 要不在网上搜一下 审判这两个字 看看网上会有什么内容呢 是 我这一搜索啊 就看到了一句话 神的刑罚审判 就是拯救人的光 哎呀 这话呢 就一下子吸引了我 我就赶紧点了进去 看里面到底是什么内容 原来呀 是一首很好听 又耐人寻味的诗歌 人的一生要像得赵结晶 心情达到变化 活出一个有意义的人生 尽到手造之物的一本分 得接受神的心发审判 让神的关交集大不离开 是你脱离撒旦的 摆布脱离撒旦的 全是活在神的光中 你得知道神的心发审判 就是光 就是拯救人的光 就是人最好的祝福 是最大的恩典 最好的保守 这歌词里的话 让我既好奇又有些激动 说神的刑罚审判就是光 就是拯救人的光 是人最好的保守 最大的恩典 这怎么理解呢 还说人要想得着捷径 活出有意义的人生 就得接受神的刑罚审判 我就边琢磨着这些话吧 这脑子里便打着问号 审判不就定人结局了吗 怎么还成了拯救人的光了呢 这些话呀 我可从来没听说过呀 虽然这歌词里的审判呀 和我理解的审判不一样 但尹约觉得审判 好像不像我想的那么简单 是 我就查找这首歌的出处 看到啊 是出自以全能神教会的 我就打开全能神教会的网站 看到这个网站呀 不但画面新影 内容啊还特别丰富 看到有各类书籍 赞美诗歌 各类福音电影视频 还有经历见证文章 我就先打开了各类书籍一栏啊 看到了一些书名 审判从神家起手 基督审判台前的经历见证 这几本书啊 都提到了审判 在基督审判台前的经历见证 这本书里啊 还有好多关于审判的文章 记得有 经历审判的转变 审判时光 我就看了几篇文章的内容 写的都是基督徒 经历神话语审判后 信神观点转变 败坏性情 得变化的见证 我看到这儿啊 这心里面就更加好奇了 难道审判不是定罪 不是定人的结局 而是拯救人 神的刑罚审判 就是拯救人的光 到底是指什么说的呢 还有这几本 关于审判的书啊 这应该对人信神很有帮助 我就心想啊 得好好地看看 对 是该弄清楚 可一着上班时间到了 我就只好合上了电脑 上班去了 这一整天啊 我满脑子想的 全是全都是 教会网站上的画面 特别是神的刑罚审判 就是拯救人的光 我是怎么想 也想不明白啊 那这里的审判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晚上一回到家 我就打开全能神教会的网站啊 查找审判这个词 就看到了一篇画 基督用真理来做审判的工作 其中有一段画呀 对我当时触动很大 我读一下 好 以往谈到的审判 先从神家起手 这画中的审判 就是今天 神坐在末世 来到神宝座前的人 神上的审判 或许有的人认为 末世来到时 神要在天宇之上 设立一个大的作案 上面铺着白色的台布 神坐在一个大宝座上 所有的人都跪在地上 神将个人的罪状 都揭示出来 由此来确定 人是上天堂 还是下硫磺火湖 等等这些超然的想象 不管人如何想象 都不能改变 神坐共的实质 人的想象 只不过是 人思维的构思 是从人的大脑来的 是从人所听所见 而总结拼凑来的 所以我说 无论人的想象 多么精彩 都只是一幅漫画 并不能代替 神坐共的计划 人毕竟都是经过 撒旦败坏的 怎么能测透 神的意念呢 人将神的审判工作 想象得特别离奇 人都认为 既然是神自己 做审判的工作 那必定是规模最宏大的 一定是世人难以理解的 一定想彻天语 震撼大地 否则怎么能是 神做的审判工作呢 人认为 既然是审判工作 那神在做工的时候 一定特别威风 特别神气 而那些接受审判的人 一定是嚎啕大哭 跪地求饶 那时的场面 一定很壮观 一定很令人激动 每一个人都将神的审判工作 想象得出神入化 但你可曾知道 当神在人中间 早已开始了审判工作的同时 你还在自己的安乐窝昏睡 当你认为 神的审判工作正是开始的时候 你是神更换天地的时候 那时或许你刚刚明白了 人生的意义 但神无情的惩罚工作 将在沉睡中的你 带入了地狱之中 此时你就会恍然大悟 明白神的审判工作 早已结束了 阿们 读完这些话呢 我这心里就特别地吃惊 这些话怎么把我内心深处 对神默示审判工作的 想法观点 揭示得这么准确呢 难道我认为 神默示是在空中实行审判 真的就是我超然地想象啊 这些话里还说 神默示的审判工作已经开始了 而且即将结束 还告诫人呢 得赶紧寻求神的显现 这 这难道是神的圣经啊 我想到这儿啊 这心里啊 就再也无法平静了 是 就想马上弄明白这些问题 是 于是啊 我就在全能神教会网站的 在线畅言里啊 给他们发了信息 告诉他们 我想寻求 关于神默示审判的问题 没想到 很快啊 就有人回复了我 并介绍 全能神教会的柳子妹和梨子妹啊 来和我交流 感谢神 是 我们简单地介绍以后呢 我就说出了我的困惑 我说 根据圣经启示录记载啊 神默示啊 是在空中 展开白色大宝座的审判 可我看到 基督用真理来做审判的工作 这片话里 却说 这是人的观念想象 还说神默示的审判工作 已经开始了 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刘子妹啊 就针对我提的问题 给我交通说 说圣经启示录记载 约翰在拔摩海岛上 看见空中 有一张白色的大宝座 这只是神 默示做审判工作的意象 是预言 并不是要成就的事实 也就是说 在神没做审判工作之前 谁也不知道 也不能定规 神具体怎么做审判工作 只有当这预言应验成就了 我们啊才能知道 是 还说啊 对于审判工作 在圣经中啊 还有多处的预言 就说到 启示录十四章六到七节中说 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 飞在空中 有永远的福音 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 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 他大声说 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 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 已经到了 还有约翰福音 九章三十九节也说 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 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 说这些经文中提到 有永远的福音 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 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 这就看到 神末世比亲临人间 来在地上做审判的工作 是 是 子妹呢还说到 约翰福音 五章二十二节主耶稣说 说父不审判什么人 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 二十七节中又说 并且因为他是人子 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 还说到 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中说 因为时候到了 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 这些经文中提到 审判工作是由子来做 一说到子 人子 就是从人生 有正常人性的人 如果是神的灵呢 就不能成为人子了 是 所以就足以证明 神末世是道成肉身 成为人子 来做审判的工作 并且审判 是先从神的家起手 也就是说 神末世的审判工作 是先在信神的人中间展开的 阿们 对 哎呀 子媒说到这儿呀 我这心里就一惊了 哎呀 我信主这么多年 嗯 子媒提到的这些圣经章节 我以前也读过呀 是 那 那我咋就没注意到 神末世 是道成肉身 成为人子 来在地上做审判工作的呢 是 我就光根据 约翰在拔摩海岛上 哎 看见了意象 就想象着神怎么来做审判的工作 却忽略了 关于审判的其他经文 哎 我这样的领受 真是太片面了呀 哎 我边翻看着这些经文吧 这边琢磨着刘子媒的交通 哎 这时候呢 只听见李子媒 接着交通说 全能神末世做的审判工作 一方面呢 是为了捷径拯救人类 同时啊 也是为了显明各类人的结局 将人各从其类 是 对 这正是 末世白色大宝座的审判 完全应验了 圣经上的预言 是 是 还说 神末世 道成肉身 发表真理 做审判的工作 主要啊 是为了在灾前 做成一般得胜者 各宗各派 那些真心 渴慕神显现的人 读了全能神的话 都认定是真理 是神的声音 就归向了全能神 这些人呢 就是聪明童女 被神提到了 神的宝座前 接受了 神话语的 审判洁净 是 阿们 当这一般得胜者 做成之后啊 神就开始啊 降下大灾难 来赏善罚恶 彻底毁灭 这个疯狂 抵挡神的邪恶神力 是 这时候啊 神末世的审判工作 就彻底结束了 阿们 是 子明又谈到啊 现在啊 灾难越来越重 对 四血月已经出现了 各种虫灾 还有水灾 旱灾 饥荒 瘟疫 都降下了 是 是 大灾难呢 是已经领界了 当大灾难来到的时候啊 凡是作恶 抵挡神 与神敌对的 以及所有属魔鬼撒旦的人 都要被灾难所毁灭 而那些接受神话语审判 得知洁净的人啊 就在灾难之中 蒙神保守啊 胜存了下来 阿们 被神带入到神的国中 这不正是 末世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吗 是 阿们 阿们 是 听到姊妹这样的交通啊 我感觉很有亮光 原来全能神 发表真理 做末世的审判工作 就是末世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啊 是 但是当时啊 我心里啊 还有困惑 他们说 神末世发表真理 做审判工作 是为了捷径 拯救人类的 可我就不明白了 我们信主已经罪得赦免了 神已经不看我们为罪了 那末世 神怎么还要做审判工作 来捷径拯救人呢 是 是啊 我们信主哪会儿 都是这么想的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呢 我就向姊妹寻求了这个问题 姊妹啊 又给我读了两大全能神的话 耶稣来在人中间 做了许多工作 但他只完成了 救赎全人类的工作 只是做了人的赎罪计 并未将人的败坏性情都脱去 要将人从撒旦的权势之下 完全拯救出来 不仅需要耶稣做赎罪计 来担当人的罪 而且还得需要 神做更大的工作 将人被撒旦败坏的性情 完全脱去 所以在人的罪 得着了赦免之后 神又重返肉身 带领人进入新的时代 开始了刑罚审判的工作 这工作将人类 带入了更高的境界 凡是顺服在他权下的人 将享受更高的真理 得着更大的祝福 真正活在了光中 得着了真理 道路 生命 下一段我读吧 好 你只知道耶稣末世要降临 到底他如何降临 就你们这样一个罪人 刚被救赎回来 不经变化 不经神成全 你能和神心意吗 救你现在的老旧人 耶稣把你拯救回来了 这并不假 你不赎罪 这是因着神的拯救 但并不能证明 你没罪 没污秽 你没经变化 如何能圣洁呢 你里面还尽是污秽 又自私 又卑鄙 你还想跟耶稣一同降临 有那么美的事吗 你信神少一步过程 只是被救赎 没经变化 要和神心意 非得神亲自做工 来变化洁净你 否则 你只被救赎 不可能达到圣洁 这样 你就没资格 与神同享美福 因你在神经营人的工作中 落下了一步 就是变化成全的关键一步 所以 你一个刚被救赎的罪人 不能直接承受神的产业 阿们 感谢神啊 读完神话呀 李子妹就接着交通说 在恩典时代 主一所只是做了救赎工作 救赎的工作 只是赦免了人的罪 而并没有解决人的百坏性情 我们信主虽然罪得赦免 因信称义 因信得救了 也免去了律法的定罪和咒诅 但我们里面 犯罪抵挡神的撒旦本性 还依然存在 也就是罪跟罪性 并没有得到解决 所以我们受犯罪本性的 挟支捆绑 还能常常说谎犯罪 就说到有些人呢 有点素质特长吧 就狂妄自大 谁也不服 能做点工作 受点苦 就显露自己 甚至争名夺利 勾心斗角 这外边上 撇弃花费 劳苦做工 嘴上说啊 是为了爱神满足神 可实际上呢 就是为了自己 得福得冠冕 当临到逼迫患难 灾难失恋的时候 就跟神讲理 心存埋怨 甚至说神不公义 对神否认背叛 就这样 一个活在罪中 不能自拔 还能常常 抵挡神 论断神的人 怎么能有资格 进入神的国呢 是 主是圣洁的 非圣洁 没有人能见主 阿们 所以主耶稣呢 就应许他必再来 嗯 末世全能神来了 在主耶稣做 救赎工作的基础上 发表真理 做了末世的审判工作 来彻底捷径 拯救人类 使人脱离罪恶 脱去败坏性情 达到蒙神拯救 被神得招 是 阿们 听到这儿啊 我想想 的确是这么回事 是 是 咱们信主啊 虽然罪得赦免了 但是 罪性并没有得到解决呀 是 确实 我就想到了 我们教堂里的光景了 没有 牧师长老呢 聚会啊 静讲圣经知识道理 没有丝毫的生命供养 嗯 嗯 还贪恋钱财 争权夺利 甚至拉帮结合 互相论断拆台 嗯 真是真是 弟兄姊妹呢 软弱消极 信心爱心冷淡 嗯 许多人啊 都追随世界潮流 贪想肉体享受 是 是 都受罪的捆绑 无力自拔 是 嗯 再想到我自己啊 也是常常 身不由己地 说谎犯罪 实行不出主的话来 还活在犯罪 认罪的光景之中 就这样 这怎么能有资格 进入神的国呢 是 我们的确需要神 再来做一步 审判捷径的工作呀 阿们 是 我就赶紧问子民 那全能神默示 是怎么做什么工作 来结晶拯救人的 嗯 子民呢 又给我读了一段 全能神的话 嗯 默示基督 是用诸多方面的真理 来教训人 来揭露人的本质 解剖人的言语行为 这些言语中 都包含着 诸多方面的真理 例如 人的本分 人对神 如何顺服 对神 如何忠心 人当如何 活出正常人性 神的智慧 神的性情 等等 这些言语 都是针对 人的本质 针对 人的败坏性情 尤其那些揭露人 如何弃绝神的言语 更是针对 人本是撒旦的化身 针对 人本是神的敌视力 而言的 神做审判的工作 不是三言两语 就道尽人的本性的 而是来做 长期的揭露 对付修理 这各种方式的揭露 对付于修理 并不是用一般的语言 能代替的 而是用人 根本就没有的真理 来代替 这样的方式 才叫审判 这样的审判 才能将人折服 才能使人对神 心服口服 而且对神 有真正的认识 审判工作带来的 是人对神 本来念慕的了解 带来的是 人对悲逆真相的认识 审判工作 使人对神的心意 明白了许多 对神的工作宗旨 明白了许多 对人所不能明白的奥秘 理解了许多 而且也使人认识了 知道了人的败坏实质 败坏根源 也使人发现了 人的丑恶嘴脸 这些工作的果效 都是审判工作带来的 因为审判工作的实质 其实就是神的真理 道路 生命 向所有信他的人 打开的工作 这工作就是神做的审判工作 如果你并不看重这些真理 如果你总想回避这些真理 总想在这些真理以外 寻找新的出路 那我说 你是最大恶极的人 你信神 却不寻找真理 不寻求神的心意 不喜爱 使你与神更相近的道 那我说 你是逃避审判的人 你是从白色大宝座前 逃走的傀儡 叛徒 神是不会放过任何一个 从他眼中逃走的叛逆者的 这样的人 将会受到更重的惩罚 来到神面前 接受审判的人 而且是得到洁净的人 将永远存活在神的国中 当然 这是以后的事了 这些话呀 深深地触动了我呀 这时候 李子妹呀 就接着交通说 全能神 默示用话语 来做审判的工作 来彻底捷径拯救人类 把败坏人类 蒙拯救得捷径 该明白进入的真理呀 都发表出来了 是 说全能神 不仅揭露了人类的 败坏实质真相 也揭露了整个世界 黑暗邪恶的根源 对 不仅给人指出了 人脱离败坏 蒙神拯救的路途 也将神 对人类的心意和要求 都想着公开了 是 不仅揭开了 神六千年经营计划的奥秘 也把人类 以后的结局归宿 都告诉给了人 全能神的话 把人类的败坏实质真相 揭示得特别透彻 使我们看了心服口服 还说 越经历神话语的审判刑法 就越看见 整个人类被撒旦败坏得太深了 当我们呀 对自己的撒旦性情 败坏真相 完全看透的时候 就看到神的性情 太圣洁太公义 这时候啊 就心里啊 对神产生了敬畏之心 爱神之心 是 就更感觉到啊 自己太败坏 没有丝毫人的模样 不配活在神的面前 是 是 从心里啊 就开始恨恶自己 不愿凭着撒旦性情活着 甘愿顺服神的审判刑法 有了真实的悔改和变化 哪怕 李子妹啊 这时候就问我啊 如果没有神话语的审判揭示 那我们 光靠着自己 祷告认罪 忍耐克制 撒旦本性能解决吗 能脱离罪的困吗 狭制吗 也不能啊 我们脱离不了罪 怎么能达到真实的悔改 有资格进入神的国呢 所以说 神的刑罚审判 对人就是拯救 就是拯救人的光 而那些 不愿意接受神话语审判的人啊 等大灾难降下的时候 就落在灾难之中 哀哭怯耻 是 审判刑罚对人 确实就是拯救 是啊 真是感谢神啊 借着都全了神的话 还有姊妹们几天的交通 我从心里感觉到 全能神漠视做审判工作 来捷径拯救人 真是太有必要了呀 是 虽然我还没有经历 神话语的审判刑法 但通过姊妹的交通 还有弟兄姊妹写的 见证文章中看到 全能神所做的审判工作 的确能改变人 捷径人 就是我们败坏人类的需要 是吗 是 还有以往啊 我一直认为 神漠视啊 是在空中展开 宏伟壮观的 白色大宝座的审判 信主的人呢 都被替代空中 屿主相遇 想想啊 实在是太渺茫了呀 是 现在才知道 神漠视啊 是道成肉身 来在地上 用话语做审判工作 竭拯救 所有真心信神的人之后 再用灾难 毁灭 所有抵挡神的人类 神的审判工作 真是太实际了 是 这之后啊 我读了很多 全能神的话 看到全能神的话 揭示了许多的真理奥秘 比如 神做律法时代 恩典时代 国度时代 三不做工的内幕 与要达到的果效 撒旦是如何败坏人类的 神是怎么做审判工作 来拯救洁净人类的 还有 各类人的结局归宿是什么 神的国度是怎么实现在地上的 等等 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大饱眼福啊 是 感谢 现在我才感觉到 全能神说的 审判工作的实质 其实就是神的真理道路生命 向所有信他的人打开的工作 这话真是太实际了呀 阿们 阿们 全能神发表的话语 让我听到了神的声音 归回到了神的宝座前 阿们 这是神对我的恩待和高台呀 是 阿们 感谢全能神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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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